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8月28日星期六的 省时间 今次有我许楼山 还有我们的 纽西兰小白红社长 雷敏王 大家好 纽西兰 波罗仔 聊聊天 易得台阳 大家好 请大家like我们的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香煲》 《沙冷气》 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次回来讲讲这个 很多名字 这个人 有热狗 反骨仔 半变 什么首领 什么都有 就是这个郑松泰 他被宣布要DQ之后 即时解股 已经是没得再做立法会议员 不过其实他口中的暴证 都很有人情味 也不是说 郑松泰 我限制你今晚12点前好收拾东西 那倒不是 他还可以慢慢收拾 这人还要一边收拾 一边接受访问 好心理 收拾你也收拾吧 我们也要再说一说 他身处的立法会办公室 大家知不知道上一首是谁 汪果佬 王毓民 没错 就是他特别 点子冰冰 都要点回汪果佬 王毓民 即是他的师傅 所坐的办公室 要回同一个位置 他还非常串嘴 坐在大班尔里 还有邀请玉敏来的 他当时开张的时候 这么串都可以 老实说王毓民叛变 背叛了王毓民主义 就和他炒大锅了 我们也留意到他现在把他的办公室清场的时候 一边清场一边接受访问 我看到他摆了很多不同的风水摆设 他也承认说是风水摆设 风水吗 是的 我在想 因为他一开始的办公室没有这么多 现在很多还要见一见 好像头那么大 虽然汪果佬还没死 可能就是这个饭骨仔 垃圾 这些说话经常在他耳边回荡 所以就要把这些东西振住 斜住 就是披露了这个芒果佬的邪气 我们稍后慢慢否析一下他那个风水摆设 还有呢 又拍一下他里面有些什么书 然后有些人就看到他这些书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怪错了他 他会不会真是一个叫做爱国者呢 这一本书 社长也和我们分享过好几次了 就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三冊 是的 我有两冊 第三冊 其实他推出的时候 我已经回不了去内地买了 有些人说 你这样不够爱国 这些爱国组织是派的 这本书 是的 会长也不肯给一本我 我问了他 哈哈哈 即是他不够爱国 爱国这个东西 当然要越多人越好的 应该看完 就算买不到 没有课也好 他手写 抄一本给社长也要 不用了 其实在学习强国那里可以看得到 我告诉大家 就是很多文章 你找得到是在 在学习强国的APP里面 可以找得到 就是书有书好的 但是我现在已经 就是黏住手机 黏了很久了 那看看之后怎么办 有机会都会买一本的 但其实家里没有什么位置 这段我都扔了很多垃圾 没办法 封城终于都要清理一下房子 那他也有一本在 也拍摄一下 他的书里面有什么呢 就是有很多基本法的书 不过又有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大家 可能网友看不到 社长有这一类书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是看得出的 那本书 社长是有空来看 有空来看 有空来看 可能是边位 有空来的 虽然社长是一个很爱识书的人 但你也会看到 有没有拿来看过 你是看得出的 郑松泰 你那些基本法 本本都伸促促的 刚才说起 是的 是的 我贴旗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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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 他很新的 刚才说的 习近平 谭治国 李正 他那本是非常伸促促的 那边位 全部都是白书书的 没看过 我那本有旗仔的 我贴旗仔的 有哪些东西 在节目中要说 我贴旗仔 我贴旗仔 可以随时揭回来看 镜重泰都有旗仔 是倒转了旗仔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会叫做旗仔呢 其实我们买的那样东西 是叫做Pose It Flag 即是3M出的 这些旗仔是很好的 我自己很喜欢用的 当然有些人会说 你怎么搞错 用敌国东西 敌国文具 没有人家真的做得好 如果那些石书的话 你一定要用3M 一定要用原装版的 为什么呢 就是旗仔 譬如不是很合用 你要撕掉它 它是不会黏膠在书上的 有些冒牌那些我买过 一黏下去一撕 哇 有些膠在那里黏黏黏的 是这样的 或者它没有黏力 那些黏力不够 打开一本书 它会自己脱离出来 好了 我们回来 鄭松泰他在这个房间的访问 好吗 好 记者去到他的房间 就在十楼的尾房 所以可以看到很大篇 天马南和维港的景色 记者一看 为什么你的房间 放了这么多风水摆设 首先看到很大只木头做的老鹰 一只老鹰面向着中环妖道 就说那里像蛇 那条妖道像蛇 弯弯曲曲 放一条蛇在那里 不要让这个弯仔妖道咬到鄭松泰 就刮一下蛇 另外也放了一堆麒麟摆设 就向着这个龙和道 哇 真厉害 就是左右夹击 为什么突然间 你又觉得这些这么有影响力 要摆这么多风水摆设 通常就是这样的 那些人开始觉得自己运滞 或者觉得自己 不知道为什么 头疼风着黑 就会想很多不同的东西 出来 会是帮自己 感觉上好一点也好 还是怎样也好 这个又是一件事 另外也看到 正松泰 在办公室里掛了一件 红色的T恤 深红色 就是组红色 它里面有些像是西藏的那些 那些宗教的符号 那些图形 那些图形 那些 那些图形 那些图形 背景 最主要就是一件事 如果你说迷信那些 你信的话 为什么不应该信西藏那些东西呢 因为汉地那些人是聰明一点 汉地那些聰明一点的人 你没理由去学西藏 因为西藏是比较单纯的地方 所以佛法去到西藏的时候 这些东西是简化了的 比如你在汉地就一定要念经 在西藏就不用 滚一下就行了 滚一下 滚一个圈就当一次 很快的 是啊 滚就是这意思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那些师傅说得有道理 所以你看看是愈信愈衰的 有些人是这样跟我说的 如果你信一点 怪知是这样 那个地方不适合那些东西 你愈何愈衰 因为你全学歪了 那郑松泰本来就是 據聞是放了一件曼聯雲佩斯的紅色球衣 現在換了另一件 有點像密宗的圖案 這就是一件事 記者又說 你整間店有這麼多風水擺設 他連雪櫃上都要放葫蘆化殺氣 收下這些食牛鬼蛇身 我真的猜不到這傢伙 老實說 二神二鬼沒什麼信心的人 一個沒什麼信心的人 很離譜 但是其實我教大家一件事 其實你能看得到 如果他家裡很多滿天神佛 全部裝飾 沒有信心 這個人是沒什麼信心的 沒有什麼自信的 你貼上去也不會有運行的 沒錯 這是我的說法 貼上去也不會有運行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印度人不要運的時候 他們會買戒指 如果你認識印度人 他十隻手指 帶了二十隻戒指 你就死定了 厲害 超越十戒 桃花也挺厲害的 他還要催旺一些 那你的女人就要避開他 尤其是越大越離譜 五眼六色那些 我最害怕那些 整隻手都 哎呀 粉紅又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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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都覺得 哇一進去 周身不聚財 這裡有一隻鷹 那裡有一對麒麟 不是鷹又練奶 有隻鷹在那裡 又葫蘆 雪櫃頂也放不下 我真的想不到 他老實說 他年紀也不算大 40歲也未到 40歲 40歲 大哥這個人 看起來也是 樣子都是 事事正正 我猜不到他 這麼迷信嗎 這個人 我作物博士 好像83年 未夠40歲 如果他死了 他有40歲 因為是天地人 加起來 但他沒有死 暫時還沒死 就還沒死 記者就問問 咦 你不是很相信這些風水命理嗎 那他說 我怎麼可以不相信 咦 這邊逆的民主派 八樓的公民黨 九樓的民主黨 十樓的陳志全 全部都不見了 像不像 復仇者聯盟 一隻手指搭一搭 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那麼多書 那些書是白讀的 還是他罵錯人 還是他罵錯人 選民是白痴 還是他才是白痴 票是選民投給你的 你又罵選民 是不是真的抵打 這種人 就是 以為人家是白痴 看他擺到整桌書 剛才說到 習主席那本書 他都擺在自己桌面的左手邊 究竟他是不是假裝愛國 是不是這些 連自己都騙起來 有點像 他又不僅僅 還有李永達的書 我們繼續說一下辦公室擺設 從這些裡面看到什麼玄機 原來李永達的書 都挺不老禮 叫做《判刑前的沉思李永達》 另外 因為他也有一宗在身 所以他也很想多了解判刑前的 怎樣 有這樣的機會 還有他也有跟建制派假裝朋友 為何是疑似呢 因為在李永達的判刑前的沉思旁 鏡頭很刻意 有一包口罩 我們都可以看到 寫著民建聯 李慧琼 由他們的黨派出來的口罩 這麼有趣 又會有包這些口罩 假裝朋友 你不得不妨 因為他要假裝朋友 假裝建制派 有便宜不用洗頸 這些就叫做 有便宜不用洗頸 還有一件事可以解釋得到 讓我解釋 因為他們之前有一句口號 大家可能記得了 讓我這個社運小百科傳書 告訴大家 有一句說話 叫做 飄頭 飄頭 XXX 食窮 民建聯 除了食之外 用也可以 我懷疑他有什麼洗手液 小小肢 都可能是民建聯派給他 要拿了 什麼都拿了 拿窮他 拿了 有這麼多 有這麼多 叫阿近去拿 有便宜 不用洗頸 繼續說 他說 就算避得過這次的資格審查 假如他要參加新一屆的立法會 都要面對這個審查 都能避不避得過 自己也沒有什麼信心 他說遲早都要面對 你留不留 去不去的問題 即是去不去馬損立法會的問題 他說如果這一刻我不登記 我用沉默偷偷的做法 做到12月的話 但是事情沒有解決到 最基本 他沒有理由 不去做其他人鬥爭的籌碼 希望為自己 這個立法會議員 就寫一個註腳 他說在被動之中 爭取更加主動的角色 他也說一說 關於盜插國旗的案件 他說當他插完國旗 倒轉之後 被人這樣罵 他不是 他說那一剎罵 才知道政治是很殘酷的 什麼政治殘酷 你是不是弱智 你跟汪哥佬這麼多年 跟黃毓民這麼多年 你沒理由不知道政治是很殘酷的 汪哥佬還有一本書 歷史幾辣都有 歷史裡面有很多人說過 汪哥佬為何要做這些節目 就是告訴你政治現實有多殘酷 是由古代帶來現代的 難怪不得 汪哥佬有一句名言 就是 你有沒有聽我的節目 其實汪哥佬還在罵9X達他們 不學無術 熱血公文不學無術 事實是 這是博士的 這是博士的 沒有罵錯的 真的不學無術的這些人 這個鄭松泰還是博士 竟然相信這麼多風水東西 放在整個辦公室都是 你可以看到他的質素是什麼 不是說不可以有宗教信仰 但是信在風水命理的人 一般都是沒有運行的人 而且也是 太多了 那些不鏽鋼的書櫃的頂上 放了一個很小的 一定用不到的 就是金色的譚罐 裡面有個水晶球凸出來 社長說的大水晶那些 請問這是什麼解救 我想就算是小白熊社長 也解釋不到 一個很小的金色的譚罐仔 裡面有一個水晶 粉紅色 類似粉紅色 淡淡的奶白色的水晶 這個究竟是什麼風水陣呢 又風水又鷹又水晶 究竟是什麼樣子 看到他擺到滿天神佛 所以我們從他辦事處裡的東西看 就知道這個人究竟是什麼 他隔了一段日子 原來變成這樣 我們再說一點 他說原來他們的熱血公民裡面 還有剩下兩個區議員 問會不會解散熱血公民 他說暫時還未會 或者會和他們的內閣成員 先討論一下 討論一下未來的發展方向 他們和民主黨一樣 都在九月會召開會員大會 是不是會員窩窩窩大會 他們全部都是熱狗 那些男生 有什麼會要開呢 又不是很多人 真的笑死 我也覺得 他說共同理念就是 希望大家齊齊整整 平平安安 希望身邊的人都一起 這樣就最好了 至於他未來的路 你看到是什麼呢 當然不是死路 他會繼續從事一些教育的工作 可能叫鄭sir 大鄭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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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人會找他學習呢 我真是拚頭了 因為他這個名聲 因為這次這件事 真是臭到 全港大部分人都罵他的 無論是黃藍都插到他飛起 他的名字是傳到街之項文 是最契弟的一個 契弟嗎 但是他的心裡 是不是真的這麼沒有玉文呢 大家還記得 對於汪國佬黃玉文 也有一句名言 大家就是 喊到今時喊 今天都好像有人喊著 不過現在多數是上網喊 就不是真的落場喊 就叫做拆玉文 這句都很經典 我看到除了風水擺設 我還看到鄭從泰 為什麼他的心裡還有玉文 可能還有玉文在 是嗎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他的雪櫃 也有一張海報 是有玉文在 但是玉文是卡通化 當然我也看見那張海報 有沒有玉文 有沒有穿了很多個洞 被他扔飛錶 那些兔口水 那些就沒有 那張海報都放了很久 所以看到他都軟軟的 這些真的好像經常 拔來拔去的 放了很久 就是寫著 黃楊達 黃毓民 雙枉洞督喘 磁力王 交叉香港 什麼什麼 差文出什麼 什麼磁力抗共 什麼抗共 暴力抗共 好像寫著 暴力抗共 他心裡還有毓民在 起碼他都不會把自己的辦公室去毓民化 那究竟 他究竟哪樣是真 哪樣是假 難怪李家超和鄧炳強都不能夠很直接地說給大家聽 就是叫大家 你看看副片清單 這個人沒有一樣是真的 見人說人話的人 似乎也是 也不知道你哪邊是 你是不是假裝朋友 繼續再說多一點 他說還有什麼未來路向 他說同事都會研究一下搞生意 搞生意 搞生意 不是可以的 風水 搞風水生意 不是吧 行不行 或者賣這些風水法器 什麼譚罐仔加水晶 究竟是不是一個新型的作法 他很厲害 還看過陳文根 陳文根都什麼 幫菠蘿作法 陳文根瘋了 他可能跟在一起 搞成這樣 可能因為這樣 因為陳文根也是一個頗為瘋狂的人物 經常都說什麼黃天玑山 那時候說著說著 真的很多人跟他一起說 跟著他一起說 那時候是恐怖 那會不會有些人 一看到鄭松泰辦公室 有一隻木的鷹 就說這隻不是鷹來的 是大龐金刺鳥 可能是的 也不奇怪 傻傻地 還有些事情都很諷刺 他在辦公室的門 寫著說 鄭松泰立法會議員地區辦事處 抓保住議席 熱血時報傳人 全體員工 賀他 我們記住 熱血時報 即是汪洋達那邊 他處理這件事 即是說自己是傳媒大亨 其實汪洋達不能夠做到立法會議員 他自己都頂住 當然 對於鄭松泰做到自己做不到 他一定是不示美而的 他這句保住議席 因為是打字 即是用印出來 我們感受不到語氣 即是等於這樣 台陽看路看路看路 台陽看路啊 兩句的感覺很不同 可能說 鄭松泰你要保住議席啊 跟你另一個語氣說 保住議席啊你 那已經是兩種感覺 現在你做啊看著啊 戴下來啊 什麼佳仔 可能有這樣的說法 在他們那邊熱狗 即是我也很想知道 熱血時報會不會有人 因為鄭松泰現在這樣戴下來 而為他歡呼鼓掌呢 甚至乎連汪洋都覺得這些 抵你啊 沒得做 我沒得做 你也沒得做 沒有消息啊 沒有人留意啊 這個才可憐啊 以前都說不少人聽 不少人看 現在是零的 沒有消息 但他繼續做 我都很佩服他們的精神 去到這個位置都沒有人聽 但還繼續很認真做 寫個福字給他 是啊 我們最後再說多一點 有人問他五年之後會怎樣 五年之後呢 那個政治形勢 可能跟現在很大分別都不頂 不過都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那就回答好 你想選吧 五年之後都想選 所以現在就买乖了 哎呀 這樣壞的人都有的 我真的拋頭了 救命啊 他真的想選啊 這麼說法 當你坐過這個位置 就會想再選 只是看芒果佬 只是看芒果佬 都是想再做 做完 因為不能做 又說 落得清閑 臭孫 他不是試過罵人家 叫他回家臭孫 好像有這類似的說法 我們罵他回家臭孫 我們罵他叫他回家臭孫 就有經常說的 哈哈哈哈 我記得不知誰 都跟別人說過類似的說話 那現在呢 鄭松泰呢 就對於這個DQ之後 他說有沒有什麼事情 跟接下來的泛民 有什麼寄予給他們 那他就呼籲 不要只是單純看這個選舉 他說我想最重要 不是單純考慮那個政權 給不給你選 香港是一個共生的環境 如果大家希望香港是一個 可以生活得到的環境 就要想想有沒有空間可以投入 不要單純看選舉 要幫助香港 不是只有一個議席 他說過什麼 他只是說過什麼 你有議席都做不到什麼 你說的東西都沒有內容 真的是垃圾 你有議席 我都不見你香港做得到什麼 他做過什麼 有空就投一下反對票 只有他一票 有差用嗎 沒有影響力 這個人 幾句 你報紙也看得少 事實上 他連巴士也上不了 巴士也上不了 巴士也上不了 巴士也不報 沒有人看他 真可憐 現在巴士也看到他 好了 我們今節暫時說到這裡 這些風水陣 不要亂放 越擺越多 越擺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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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水 我聽人說風水是要擺死人的 但是生人擺風水的 後果就是這樣 也可以拆開說一下 可以的 不好意思 這裡要說一說 其實你一個人懂得動 你就不需要擺風水陣 就是了 你覺得不舒服 你去一個舒服的地方 就行 那就怎樣了 就這麼簡單 是啊 吃飯 你吃飯 這張桌子 你覺得坐在那裡不舒服 你就掉到另一張桌子 當然了 你的辦公室 龍門覺得很難吃 你放了一個風水陣 在那裡 會覺得這些東西更好吃 就是阿蕭那些雞翼 阿蕭那些雞翼 煮不熟的 放一個風水陣 會代表那些雞翼會熟的 哈哈 不過沒辦法 喜歡這樣就這樣 越擺就越禍 好吧 我們今節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祝鄭松泰一路好酒 好行家不送 拜拜 拜拜